特別一定要寫程式 像格式化 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 假設要問在ECL裡面有沒有格式化的函數 其實跟各位講有沒有這種函數 其實沒有 因為ECL裡面的函數 它只能夠解決資料的問題 它不能解決格式化 就是你要把它設定為什麼格式 很抱歉沒有辦法 頂多是說我們上禮拜好像有特別強調 就是說你可以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新增規則 但是這個也不太好用 我是覺得 所以最後的話乾脆 如果可以的話 你乾脆寫VBA算了就一勞永逸了 所以我們就特別把這個VBA寫出來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要算機率的話 當然也不需要特別 就是如果要再寫個VBA程式 我是覺得也蠻麻煩的 因為剛好ECL裡面 有很好用的那個COUNIF 所以我們就是先怎麼樣 先把前面這個範圍 就是把它爬下來那個範圍 先給它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然後你再利用那個COUNIF這個函數 跟它講說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大樂透裡面的所有的號碼 就是總共這麼多期 好像開了2000多期 那個數字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裡面幫我找一下A2 A2指的是1號 所以算出來它就是算出數量 就是這麼多號碼裡面 1號它總共找到 所以它等於是怎麼找 COUNIF就是幫你從頭號碼一個一個比對 當然你要自己寫VBA程式也是可以寫得出來 不過我發現如果用VBA寫出來程式的效率 好像沒有它的高 反而COUNIF跑的效率還比較快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它比較快 那何必還要自己寫 寫完之後還跑得比較慢 那沒有必要嘛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要斟酌一下 哪個地方有就是用嘛 沒有的話再來自己想辦法 OK 所以這個恐怕最好還是第一個 你要對以色列的函數一定要夠熟練 所以第二個的話 如果實在沒有 你再用VBA的方式來寫 OK 那當然其他還有相關功能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會用它也可以 反正就是解決問題 那只是說哪一個方法 對你來說比較簡單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格式 這個格式本來是小數點 那只是說你說老實說我小數點 我習慣就好了 沒關係 如果你假設你習慣小數點 你用通用格式我也不反對 只是這個跟這個比 我還是覺得用分母字以外 來閱讀性稍微友善度高一點吧 你總不希望說你那個資料看起來 真的很友善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人給你的資料 感覺這個人真的很貼心耶 每個地方都幫你做的面面俱到的 你怎麼會不喜歡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看到之後 真的已經亂七八糟了 然後完全就沒有章法 然後都原始狀態 你會覺得這個看得好累喔 你真的還想要動手幫它改一下 對不對 所以最好是說很方便可以馬上看出來 到底哪一些號碼是狀況率最高的 這樣當然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幾個方法把它格式化 然後最後的話前七名 把它列在這邊列一個表 剛好就列那個 所以我們原來的規則是這樣 把它小於等於七的摳過來 但是後來我改了一個規則 就是我希望按照順序 第一名的話放在第二列 第二名的話放第三列 第二嘛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吧 最後應該放在第八 這個第八應該是第七名 按照這樣順序放 那可是啦 當然你說 你用眼睛慢慢找回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很累吧 你第一名在哪裡 第一名在這裡 那你總不可能說Ctrl-C 然後自己把它Ctrl-V貼過來 有沒有 然後第二名呢 第二名在找第二名 第二名 其實光這樣就覺得好像不夠聰明 有沒有 OK 可不可以 可以啦 那每天都這樣做很累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可以把那個前七名的部分 稍微改一下 不要這樣寫 所以這樣 這樣這個原來的寫法是 找到就放 找到就放 所以直接 看一下 怎麼會是 是不是程式 我知道 因為這邊好像少了一個什麼 前七名 我剛剛好像改掉了 本來是K等於2嘛 然後這邊的話是K等於K K等於K加1嘛 我後來改 改加了這個啦 所以這個是後來改的 這個是按照順序的 這個是按照順序的 這個的話是沒有按照順序 直接找到就放 找到就放 找到就放 OK 那所以如果按照順序的話呢 我剛剛改了一下 把這個拿掉 K等於K加1不要 然後K等於2也不要 然後呢 我在這個的上面加一個什麼 K等於它的名次加1 有沒有 它如果是第四名的話 就放在第五列 有沒有 就是第五的位置 所以就把這個資料 放在第五的位置 OK 所以一直被推啦 那你可以看到 我先把舊的先刪掉一下 然後呢 一個一個 大家如果你不確定 因為剛剛好像有出現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說 它摳過來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是第 應該這個是第五 第四名嘛 所以放在第五 然後再來第二名嘛 這個應該是第六名 再來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第三名 不過第六名你會發現 剛剛被蓋掉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那個號碼有沒有 它剛好也跟它同樣的位 所以呢 它直接把它蓋掉了 所以你把它全部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為什麼少一個名次啊 明明是七個 為什麼看到 卻只有六個號碼呢 那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六名被蓋掉了 第六名應該在這個位置 所以啦 假設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後來我又想了一個 想了一個方式 就是說呢 因為它會被其他號碼蓋掉 那我如果要改變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這個我想出來的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先判斷一下 你將來要把它放進去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對有沒有東西 如果它假如是空的話 那我就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如果它裡面不是空的 對我把它放在下 它目前的下一列的位置 同一欄的下一列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要把這個敘述寫出對應的程式 那該怎麼寫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具備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想你以後寫程式應該會滿開心的 好像沒這麼困難 所以我剛剛講的重點是 先檢查一下 它原來裡面的儲存格 如果已經有東西 假設是空的 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做現在一樣的事情 那假如不是空的 那我就是讓它的那個K加1 放在它的下一列的意思 寫的方法第一個 這個是原來這一行程式 所以我在這一行程式的上方 Enter一下 加一個邏輯判斷 if if什麼呢 if我現在要寫進去的那個儲存格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把它判斷一下 判斷如果假設它裡面是空的 空的很簡單 就兩個雙以後 然後做什麼事 OK 就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做底下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要處理的主要是下面這個 叫反織 反織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裡面不是空的 所以這個是空的 做這個 如果不是空的話呢 那就把它 摳到 所以建議是頭尾先把它寫好 就把它怎麼樣呢 反織就是把這個一樣複製過來 然後也要按個TAB鍵 下一階 就把它摳到什麼呢 它的下一列 列的話由K決定 所以把K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避免掉 就是剛剛有 要摳過去的時候發生問題 來試一下 這個中斷一下 如果假如你寫完成 所以剛剛喔 原來只有這一行 那我加了什麼呢 等一下 我先這樣 我怕我的同學看不太懂 所以最好你可以用理解的 本來是只有這一行 然後呢 我補上了這個邏輯 所以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我先在這一行的上面打個IF 如果要摳過去的這個儲存格 裡面是空的 那OK 沒問題 反織就是把它加1 其實這一行其實是上面這一行 摳下來加1而已 其他都一樣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確定說 這個程式邏輯沒問題 那你要跑程 我不建議你直接這樣run 我是建議你乾脆這邊上去 我們要設個中斷點 為什麼要這邊設中斷點 因為主要我們的程式 只有這一行是後來加的 其他應該都是原來的 OK 我們來跑一下喔 試一下喔 執行一下 OK 先把這個先清掉 好 然後跑一下 有沒有 那這個應該OK 因為這個應該都是只有 名次沒有重複的 因為有重複的就在這裡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應該十一 十一應該也是第一 應該是第六名 可是另外一個號碼應該三十一 三十一也是第六名 所以呢 我們剛剛呢 如果假設沒有寫這個邏輯的話 他就沒有判斷一下 有沒有 所以喔 他判斷一下什麼 請問一下 你目前要放的這個K 指的是這個啦 應該是第六名 裡面有沒有放資料呢 那他檢查完畢之後 是不是空的啦 有沒有 是不是空的 他得到的答案是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呢 那要做什麼 喔 如果剛剛是直接蓋掉啦 所以呢 我們只是說 在這個下面 怎麼樣 把它加一喔 加一是說 把它要列 本來放第七列對不對 那加一說 請你幫我把它放第八列喔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底下K加一 得到應該是多少 有沒有 你如果不知道 把它選起來有沒有 可以加一等於八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請你幫我把這個號碼 幾號 三十一號呢 不要放在剛剛一樣的第七 第七喔 不要把它蓋掉 而是把它放在他的下一列 第八的地方 有沒有 這樣就避開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其實說真的啊 這個一幅本來之前都這樣寫啦 只是說把它放在你應該放的位置 加一個邏輯判斷 其他都沒變 OK 這個其他應該都OK 所以把它弄一下 有沒有 一樣七個號碼 就避開了 所以只是增加了這個邏輯判斷喔 這個我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應該是在哪裡 這裡 如果有相同名次的處理方式 就是加這個 好像一模一樣有沒有 如果這個等於空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其實跟各位講啦 邏輯這樣寫 你說是唯一的方法 沒有啦 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 如果有沒關係你可以用更簡單的方法 去處理掉這個問題 那前提就是將來 反正你就要見招拆招 因為你的工作 每個人工作內容 處理資料 絕對都不會一樣 那我是覺得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反正你能夠看到邏輯 你把它處理掉 這個問題就過了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有沒有那麼困難 我是覺得到 只要你知道說 你要怎麼處理的規則找到的 那其實把它轉換成 這個VBA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而且不是只有VBA喔 其實不管任何語言 其實都一樣嘛 反正都會有if啦 一定會有else啦 這都固定的 你說拍照是不是這樣 英模一樣 你說 其他的像Google試算表 一些寫法都差不多啦 OK 試試看齁 我剛剛改的部分 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三頁 十三頁部分